這個香港愛情故事航空版 現在開始 你幹什麼?是小巴 休開期,嫁給我 雖然我不能讓你大富大貴 但是我會很努力 很努力地跟你去建立一個家 一家,慢慢… 嫁給他… 說吧… 我願意 又會這樣 打算開開心心回家宣布結婚 媽媽就說要跟爸爸離婚 你覺得我們需要遲些才結婚嗎 他們現在這樣 當然不用 他們說離婚已經說了幾十年了 我回去勸他們就行了 但不是,伯母又說想申請公屋 那她之後想過就想過 有很多人為了房子急著離婚 有很多人為了房子急著結婚 搞得結婚就像房子的附屬品一樣 有時聽起來也挺荒謬的 我問你 什麼? 你會否為了房子跟我離婚 當然不會 因為我們連申請公屋的資格也沒有 也不是的 我遲了一份工作就行了 我爸爸無緣無故帶了一個女人回來 我不想再留在家 那不如我們搬出去吧 兩位先介紹一下 這個樓盤真是萬宗無一 一百尺只不過是租你六千元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租在這裡跟黃大仙當鄰居 鄰居是守望相助的 你這個運勢有什麼發展不好呢? 對…嘗試舉高雙手 一對手,伸直這樣 平時一百尺的樓 伸直對手一定能碰到牆 但今天這裡不能碰到 是否很實用呢? 真的不能碰到 對,到時這裡可以放一張床 這裡放一部咖啡機 一伸手就可以享受咖啡 效率 在床上一盞式服務 什麼都在床上做大吉利事 世有世好 你想想,當你下班的時候 你會很累的 又要掃地,又要拖地 那怎麼辦呢?你看看這裡 掃完 你連想掃久一點的時間也沒有 不如就這裡吧 那我立刻跟陳先生… 我立刻說 陳先生,我是Henry 有客人對黃大仙的財務館有興趣 對 要搬出來住 不如你看看有沒有機會 轉份薪金更高一點的工作 好吧 有公司說可以見工 甚麼事? 明天 那麼急? 去嗎? 當然去吧 但我10年沒見過工 又沒有準備好嗎 不如你當我是你的面試者 即場面試吧 好 好的 Warnie,你的力量和穩定性 我很強勁和長 正經一點 好 我非常好在畫面設計 你試試我 你不會讓我免費 真的嗎?讓我試試 來吧 這是api 那間層樓同層有空窄 做不到八成按揭 我們哪有那麼多錢給守期 老婆,我想我們要ullen存 老公 我買立.'アル 當然了吧 每晚都要加班,沒時間陪伴你 我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為了我們將來,你稀釋一下不行嗎 未來的30年都是這樣嗎 我不想 我只想跟你開開心心在一起 開開心心?你經常只顧著開開心心 你成熟一點可以嗎 我們已經落後了別人很多 你不要經常像小孩一樣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一定要跟別人相比 為何買樓就是成熟 一直以來,你叫我做甚麼就做甚麼 你叫我買樓就買樓,轉工就轉工 我都不喜歡做這份工作 我是為了你才轉的 我並不是沒有犧牲的 為了我?不是為了我們嗎 你有犧牲,我沒有嗎 我更不想做市場,我想做記者 那我可以選擇嗎 我是支持你做記者的 我從來都沒有反對過 那做記者怎麼儲首期 那你別吵了 為何一定要買樓才開心 那這件事是我一直以來想要的 是你想要,不是我想要 你不要逼我,好嗎 你不要吵就出去吵吧 層樓你住了 你不要再不閉嘴,報警 陳子朗 我再不離開這裡 我怕我們不應該說的話也要說 我們 給大家一些空間,冷靜一下 或者 我真的很有問題 其實,不只是你一個錯 對不起,我沒想過買樓令你這麼不開心 我也沒想過買樓會令我們這麼大壓力 其實,不知為何,好像全世界都叫你買樓 插針式棄樓吧 公屋變綠自居,守廁自業,有得按揭九成 總之,別人買你就一定要買 你不買就是你的失敗 其實我覺得你說得對 或者,我應該要想想 其實是否一定要買樓,兩個人才可以結婚 其實,我也是不對 總之你有問題,就應該早就解決 是否一直以來都逼得你太近 不是 其實我也很想跟你買樓 我很想跟你有一個安樂戶 只不過,如果因為買樓令這麼大壓力 我們每次見面,不是吵架,只是說錢 根本日本會倒置,沒有意義 是的,自從我們決定買樓之後 真的經常吵架 還有,我們也有三字頭 斬下眼就四張,斬下眼就五張 再多斬幾下,我們就退休了 我不想當日我們老了之後 只剩下回憶是只剩下上班和樓 可能這件事很多人都是想要的 但我不想 我想要的是跟你有很多很好的回憶 當日老了之後做回憶錄 裡面是填滿顏色的,是很開心的 你明白嗎? 傻子 鈴鈴 是否想點歌呢? 想聽甚麼歌? 一首令我開心的歌 沒問題 高興 兄貴 小鈴鈴 當新鮮感有限時 心動無數次 但我知道 一生只得一次 想跟你永上意 原在你 借無名分手指 來提示 来年承诺愿意 贫华风 随时跟随约 陪伴我 定然是你的名字 前行坏着希望 陈旧理想 不怕远路长 总没有摇眼徽装 唯独爱是至高无上 原神无论怎样 阳光雪搜 都和你分开 时代变峰会转向 唯独你是未必选择对准